全臺灣的棒球迷久等了 中華職棒官辦熱身賽 三月八號點燃戰火 首場熱身賽 由統一師和拉米哥桃園 在重慶湖點燃戰火 師隊可為三年再找洋炮 據六年大聯盟自立的菲利士 從次辦熱身賽就扛起第四棒 打擊火力備受期待 至於去年超過十公以上的 潘武兄 劉福豪等人 仍然是正中先發主力 再加上初賽三十三場 就有七轟的郭富林 新球季獅子軍的炮火 我不容錯去 就是繼續維持在前幾場 對韓國熱身賽的表現 然後目前也是隨時做好準備這樣子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我希望可以繼續維持這種手感 到球季開始 另一邊 拉米哥桃園 除了聚焦在臺灣風炮的 最後一年之外 少了主力戰將林志勝 無論打線或內野布局 都會有所異動 大師兄過去的第三棒 預計將由王伯榮扛起 這位加盟半年旅創紀錄的 新生代強打 第一個完整球季 被受矚目 不同層級的比賽對我來說 這是蠻大的幫助 然後一些心理的建設 讓我自己成長的蠻多 然後又去了中日對抗賽 然後自己的調整狀況 都已經在比賽狀態上了 希望能平穩一點的 度過完一層氣的球賽 不知球員上井發條 準備新球季 球迷們也得重拾棒球熱血 熱身賽 在未來電視網 長長轉播 週六新莊棒球場上演林志勝 對決老東加戲碼 更是備受矚目 棒球季即將來臨 先從熱身賽開始 迎接二零一六年中華職棒 來臨體育新聞綜合報導